好各位呢你進到我們這個免安裝之後呢 你進到這裡 你會發現裡面有什麼 有兩個有沒有這兩個 那其實你用哪一個倒是都沒有什麼關係啦 原則上 Windows 7 以上的應該都可以支援64會員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當然如果你是 Mac 的 等一下我會給你看另外一天 另外一天 那如果說萬寧你家裡面是還是 SP 的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因為 S86 也可以用 所以萬一如果你 S64 不行的 你就用這個 S86 那打開之後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 所以應該對各位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那如果你是 Mac 版的 你可以到老師的部落格也可以 你看到這邊 也為了配合今天的 所以我特別有在把一篇文章再寫進來 在右手邊你可以點到我的部落格 那這邊呢就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怎麼在 Mac 上去執行 那你點進去其實原則上 原則上應該都是一樣的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就比較好看 原則上其實都相同 但是呢 你在這個 Mac 上 你就按這個就好 你會找到 我們 PC 上看不到這個圖示 但是 Mac 上有 好 那如果說他有出現這個訊息 那你就必須要執行一下那個 Java 這個安裝 如果沒有的 或者就是說你可能電腦已經 已經有用過的 那其實就很單純 就像我們剛剛一樣直接打開就好了 好 那如果你有需要安裝這個 Java 就照他的預設的方法 這樣123456一直撞下去就好 好他下載下來之後把它執行 那執行完了 看一下在這邊 在這裡他又執行這一個 好那你執行的時候呢 也許有可能會需要用到你的那個什麼 就是你的電腦的帳號密碼 或 Apple ID 的帳號密碼 好你把它打進去 這樣就OK了 這樣安裝成功 那麼在 Mac 上使用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其實原則上 如果你沒有特殊的需要的話 大致上就是跟我們剛剛相同的方法 打開之後 找到相對應的那個圖示 點開就可以了 這樣OK 好 那我們這個版本跟官方版本 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老師幫你準備了 比較多的模型 有沒有看到這麼多 你如果去官方呢下載的話呢 他官方的那個達到是200 好像200多MB 所以模型就沒有那麼多 模型沒那麼多 那當然對各位來說 可能在使用上就沒有那麼方便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知道怎麼知情的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你可以先試看看喔 好嗎 好嗎